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OGNL跟标签 是Stra2里边非常重要的基础点 那这块的一些这个理念呢 是大家以前所没有接触过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OGNL 我们首先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应用 那我们从这个里边引入到这个OGNL 跑起来看一下 Product Input 好了,我输入几本信息 Intel Name CPU Intel 1200 Summit 在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打印出这个CPU Intel和这个1200 好,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个外卫用而言 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但是我们当时说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一件特别让我们惊诧的事 是吧 它不是那么太正常 我们看我们怎么写的呀 我们是从 请求域里边直接获取的这个Product Name Product DSC 跟Product Price这个属性值吧 是吧 怎么能够这样获取呢 就即便是获取的话 你也应该把这三个属性 风筝中的一个对象去获取吧 现在的话呢 是一个一个获取的 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那面向对象的基本思想不就是 把好几个属性 相关的属性 风筝中的一个对象吗 何况 本身这个Product Name Product DSC Product Price 就是一个对象呢 它怎么给分开了呢 好了 我们要探其究竟 那这块的话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 request 看 这个request 是不是 还是 我们看的服务器 给我们创建那个原生的request 来刷新一下 大家看 这个request是谁的呀 是不是经过Stra2 重新定义的一个 Stra2 request wrapper ok C ctr3 t C v 这个是二的 就这里边的 ok 好了 然后往下翻 我们发现什么呀 我们发现 它重写了 get attribute的方法 就是说啊 这个时候获取这个属性的话呢 是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取的 那于是呢 我们就在这块我们加一个断点 在83加一个断点 这个代码大致上我们能够看得懂 如果传的这个key是空的话 数抛一个异常 如果这个key要是你这个开头的话 或者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他就直接返回 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他往下走吧 先获取了actioncontext 然后呢 还尝试着supergetattribute super是谁呀 super就是ltdprequestrapper 就是正八经的那个request ltdrequestrapper 我们在讲过滤器的时候 讲过这个rapper 好 这样我再翻 如果这个还没获取着的话 attribute还是空的话 ok他怎么样 他尝试着获取了一个对象 叫直战 value stack 从哪里边获取的啊 从actioncontext里边获取的 然后最终这个属性是从直战里边获取的 看见了吧 好了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直接放到 行 就这样走吧 问题不大啊 好 debug跑一个 看看效果 刷新 刷新 你错了啊 好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会来调这个get 有tript的方法 看key是谁啊 哎 这个key啊 是stras action mapping 就是说他先会来获取 stras自身的一些属性 然后才会到我们页面上获取 那个product name product dic product price 好 找一找 好 product id 这个值的话呢 没有 这先过了吧 好 product name 我先翻 大家看一下这个圆码啊 我先翻 我首先的话呢 我得到了这个actioncontext 就是他 然后呢 我尝试从负列里边获取一下 哎 没获取着 所以说这个时候能进到这个里边来 好了 再往里边进 怎么做的呢 获取了一个值站 叫value stack 注意 这个时候这个attribute还是空 再往下走 我说 我要从值站里边来找这个值 往下一番 你看 这值是不是有了啊 所以说这个值啊 是从值站里边取出来的 而并不 而并不是真正在请求域里边有这么一个属性 清楚吧 这个值 product name 是从值站里边获取的 而并不是在请求域里边真的有这么一个属性值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值站吧 这样往下翻 key是product dsc 过程和那个过程一样 我们这一边的话呢 是为了看一下这个值站 ok 值站叫 stack 我先翻一下 大家看 这个值站里边有个什么呀 是不是有一个context呀 这个是对 这个对象是一个ogl context吧 我们知道这个ogl context的实际上就是那个action context吧 action context的不就是把这个ogl context给包装了一下吗 action context的只有一个属性就是ogl context吧 我们讲过 我们如何去衡量一个这个对象的状态呀 是不是主要看属性啊 它只有一个属性 所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个ogl context等同于action context 然后呢 我们在看那个action context的圆码的时候 我们还知道在这呢吗 ogl context都是它 好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圆码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还知道这个 context实际上是一个map类型吧 ok 所以说这里边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map类型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map 好 我先翻 看哈 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个属性叫root 叫根 大家看 这个root呢 实际上是我们真正数据结构意义上的一个站 叫 后进先出的那个站 后进先出 这里边有几个对象 有两个对象吧 一个是product 这确实是一个对象 CPU Intel 1200 我从这边上说的值吧 OK 那我 刚才我从直站里边获取这个属性值 实际上就是从这个里边来 获取的 我从直站里边获取那个属性值 实际上就是从直站的root属性里边找到一个对象 如果这个对象里边有这个属性值的话 我就把这个属性值取出去 当然它有一个顺序关系好 直站 我先从站顶找 站顶没有的话呢 到站顶的第二个对象来找 这样的一个顺序 这就是直站 看PPT 我们首先呢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之所以在页面上 我能够获取一个一个属性值的话 并不是在请求域里边真的有那个属性 而是从直站里边获取的 那么我们在页面上打印这个request呢 实际上是什么呀 实际上是已经被stress 重新包装的一个request 叫stress request wrapper 好了 这是我们刚才走圆码的过程 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找到了一个这个定义 叫直站value stack 这个value stack贯穿整个action的生命周期 这个action生命周期是不是比较短啊 一个请求一个action吧 所以说每一次请求都需要创建一个直站对象 那么这个直站对象就像一个中转站一样 其中保存了跟当前action对象相关的所有对象 stress框架实际上把这个直站对象啊 也放在请求域里边了 这个键呢 是stress.value stack 在直站中有两个逻辑部分 第一个叫context map 实际上是谁呀 就是这个context o-g-n-l-context 它实际上是一个map对象 stress把各种映射关系的一些map 压入到这个context map里边 实际上它是一个对context action context的一个引用 这个我们在前边的话呢 已经交代清楚了 这里边放的是一些map 比方说我们昨天讲到的request map session map application map 跟permitters map 里边都有 好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root root 把跟action相关的对象压到这个里边 它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那个直站 后进先出 就站吧 我们讲出去的时候老师这么讲过吧 是吧 就是这个站呢 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手枪的那个 子弹夹一样是吧 你把那个子弹往里边压 我后压的是不是在顶上啊 我打枪的时候 我是不是先打出去啊 这就是站 好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Java是如何来实现这个站的 跑过来 我们看 这个站的对象叫什么呢 叫compound root 回来 control cpt compound 好 从这块 实际上是个什么呢 是不是个list啊 他继承了list 然后我们看方法来 我们看到几个方法 第一个 压站吧 把一个对象压进去 他怎么压的呀 把这个对象是不是放到list的 第一个位置了呀 那这样的话后边是不是一个一个恐后呢呀 是吧 看 出站呢 我把第一个取出来吧 那后边那个是不是一个一个往前移呀 好 获取第一个对象 peak 主要就是这三个方法 说明 这的确是按站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站 我们称之为对象站 为了跟前面这个区分哈 而前面这个啊 context 这个ogl context呢 我们称之为map站 这里边放的 刚才讲到了是吧 peromiters request session application 他们对应的map 那还有一个 叫attribute 啊 该map按如下顺序来检索属性 啊 也有一个什么呀 按request session application 这个范围 去检索属性 指站 两个逻辑部分 每个逻辑部分都是什么 我们通过一个图的话呢 进一步加以说明了 好了 我们要讲这个ogl是什么呢 是我如何在页面上 去读取 直站里边的属性 ogl叫 对象导航图语言 我们讲他的目的是说 我如何在页面上 去访问直站里边的内容 好了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直站 刚才的话呢 通过这个看那个原代码 看那个debug偷视图 我们知道了 这样的几个结论 第一个 直站里边有两个逻辑部分 第一个就是 叫object stack 叫对象站 Stress把和当前action相关的对象 在这个里边了 这是哪个呀 就是这个root 直站的这个root属性 还有一个叫map站 context map Stress把各种相关的映射属性 主要是一些map 让它到这个里边了 它实际上是对action contact 一遍引用 这个context的属性 有request session application parameters 还有一个attribute 这个attribute 你从这里边获取的话 它会按照顺序来 先到request里边找 找不找的话 再去找session 再去找application 是不是跟我们讲过 那个page context 那个find attribute比较像 记得吧 page context find attribute 我是不是先从page context 来找是吧 这边没有page context 好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直站 然后我这个欧利亚巴达事呢 就是在页面上如何来显示 直站里边的内容 那好吧 我们首先的话呢 就前面讲这个知识 来做一个这个笔记性的一个小节 创建一个新的死抓兔子工厂 我直接复制了哈 再包 webs软件 直接复制 stress配置文件 这个环境呢 这样就搭好了 执展明这个我们使用默认的 删一下 close other 写一个note tst t t 分于直站 目前我们知道的哪些事实 eagle 我们在做那个holloworld的时候 holloworld的时候 面上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写过一个product name 图写 属性之 图写product name 实际上 该属性 并 并不在request的等对象中 哎 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事实 而是吗 而是 从 直战中 获取的 这个的话呢 我们看圆码 看那个debug的图图 看到了 就是这样 它并不是request set tribute get tribute 里边 真正的那个属性值 而是直战里边 的一个属性值 当然这个直战的话呢 我们还要说 直战 我们叫 value 值战 我们首先说几点 第一点 我们看到这圆码是什么呀 可以从 action contact中 获取 直战 推向 第一个我们知道的 二个 然后的话呢 我们讲这个直战 实际上是分为了两个逻辑部分 直战 分为 两个逻辑 部分 其中 第一个部分 我们称之为 map 战 map 战 实际上 是 什么呀 o g o g nl contact的类型 昨天我们看圆码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吧 这个o gl contact的实际上是一个 是不是个map 就是一个map 是一个map 说什么也是对 action contact的一个引用 是这样吧 因为我action contact里边我只有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ogl contact 那它俩基本上不就是一样吗 好了 它是一个map map 类型 然后里边存放什么呢 里边保存 这 各种 map 这种map 这个map里边放的还是map 哪些map呢 常用的 比方说 我直接写了 request map request 这个map session map 还有一个 prometers map 还有 attribute attribute就是 综合了 request session 还有一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 map 然后呢 prometers map 还有一个tribute 主要放的就是这些东西 好了 还有一个真正的事情 可以叫对象站 实际上是叫 compound root 类型 是一个使用array list 定义的 站 这是一个真正的站 里边存放的是对象 里面保存 各种和当前 action 实力 相关的 对象 这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站 是一个数据结构 意义的 站 同时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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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